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像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而现在 就算时针都停摆 就算生命像尘埃 分不开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如果这天地最总会消失 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 没有你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像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 而现在 就算是真的停摆 就算生命像尘埃 分不开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这几天呢 说实话我都有一点睡不太好 心烦意乱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再过两个礼拜 小学堂就要开始上课啦 小朋友都要回来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有几位老师 因为年龄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当初不是第一次选择就选择了 比方说AZ疫苗 所以虽然其实年龄已经也不小了 但是就还是打不到疫苗 那再加上这几天呢 Delta的病毒呢 又侵袭了台湾 所以真的是让我觉得好烦恼哦 实在是非常无助 那无可奈何之下呢 于是就加入了抢残记的排队的这个人潮之中 然后才发现呢 有一些医院啊 他就会直接告诉你说 我们已经有七千多人在排队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然后大家的手机每天都开着 就随时注意 准备 看会不会接到电话 突然告诉我现在就要去打残记了 那就这样子持续了好几天哦 然后不断地想对策说 到底要怎么样预约 才比较有机会呢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如果要是真的预约到了 又是怎么样怎么样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焦虑在心里面 那所以在这种时候呢 到我们还听到什么 啊 台湾的疫苗已经很够了 这样子的话的时候 你真的是觉得还蛮吐血的 老实说 虽然我已经打了第一季的AZ了 但是我不可能说 因为我已经打了第一季的AZ了 我就觉得我没有问题了 你们其他人干嘛那么担心 没事没事 真的没办法这么豁达 那尤其是这两天不是突然之间有一个社区里面 整栋楼的所有的居民全部都被带去隔离了吗 那这个事情也让我觉得很难过 难过的点就是 就是看到大家大包小包这样子 然后扶老稀少 然后上了游览车 那我们家里妹妹还在跟我讨论说 如果万一我们要被隔离 哇 我们要怎么隔离呢 我们不可能让爷爷奶奶他们一人住一间啊 那怎么办 我开始焦虑这种事情 甚至于我跟朋友还开始讨论 因为这个事情它是随时有可能发生的 对吧 面对现实 它随时有可能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生嘛 所以我还问朋友说 那如果要是你真的突然发现 你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去隔离了 那么如果你只能带三样东西的话 你会觉得一定要带哪三样 结果我发现所有的人几乎都一定会有一个选项 叫做手机 你看看 现在手机有多么的重要 对 然后 然后大家就在讲说 那如果我要是被抓去隔离的话 我希望我可以在什么地方隔离 或者看到什么样的景色 那大家都在讨论这些事 而我觉得特别难过的是 我看到小朋友他们在被那个PCR的时候 放声大哭的样子 因为本来PCR就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嘛 那小朋友像我们大人虽然也是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 而且我们也知道他的侵入性 或者是知道他的痛苦 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还比较可以忍受 可是小朋友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多么大的痛苦跟惊吓 所以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面觉得挺难受的 好 那我们就是不要来讲 这些让人非常难受的事情好了 我们来聊聊这个天气有没有 你知道吗 人就是在什么话都不能讲的时候 就会讲天气 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啊 你吃了什么东西啊 大家如果看到我最近常在我的粉丝团 都是吃什么东西就知道 就是因为上次呢 只不过是问了一句说 那些走私猫一定要死吗 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 哇 就遭受到了这个 披天盖地的炮轰 那这些炮轰其实说真的 我不是非常的在意 但是也让我就是再一次的见识到说 哇 真的很厉害耶 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够问不同的问题 如果你要是跟当政者的策略的想法 不一样的话 哇 那你就是个叛逆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要相信党 有没有 但是我还是真的很难相信 这个地球表面的任何党 所以不要谈政治 我不适合谈政治 我一谈政治就变成礼貌 好 那我们来讲一讲养生好了 讲养生这个应该很安全吧 我们来讲讲养生 其实9月7号呢 就已经是农历24节气的白露了嘛 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很典型的秋天的节气了 那虽然说白天呢 还是觉得热 可是入夜以后就慢慢凉爽了 我记得我前两个礼拜还跟大家分享说 最近还要开冷气睡觉的呢 可是后来呢 就好像不需要了 因为开冷气会觉得太冷 窗户门打开 然后加一盏电扇 就可以睡得很舒服 可是呢 这一个礼拜以来 可能是因为台风接近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台湾又变得非常非常严热了 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嘛 就是秋天你可不可以像一个秋天的样子 干嘛要一直去学 一直去copy夏天 Be yourself 好吗 做自己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其实一点都不两块的白露 但中医师还是有提醒我们 季节交替的时候 是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灶气很容易伤肺哦 那今年呢 又有新冠病毒的威胁 所以我们要防秋灶 要润肺补气 那饮食生活作息都要适时的调理 才能够抗秋灶 也能够防病毒 那么在白露这段时间呢 要养肺哦 多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 尽量少吃什么麻辣锅呀 这类的辛辣燥热的东西 好 那这个我是最容易的了 我觉得 那除了多多喝水之外呢 你可以吃一些像吃山药啦 杏仁 白木耳 莲藕 薏仁 百合 等等啊 所以像油炸的 烧烤的 阿腊锅 能够离它远一点 就离它远一点吧 再来就是秋天 因为是一个万物凋零的季节哦 所以比较容易让人 有一种触景伤情之感 换句话说就是 比较容易忧郁一点了哦 那当你感到忧郁情绪上升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所以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量让自己的心情可以愉快乐观 调整一下情绪 还有就是尽量维持规律的生活 那接下来呢 礼拜六礼拜天啊 就是台风天了 所以呢 也希望这一次的台风 虽然我觉得好像我们已经 好久好久 是不是好久好久啊 都没有 真的没有台风登陆了 没有真的台风登陆 正确的说法 那这一次的台风 感觉好像真的是来势汹汹的 那也希望呢 这一次台风不要为台湾带来太大的灾害 而在台风过后呢 天气也真正的能够凉爽下来 好最近呢 我的好朋友张维忠啊 他打完了两剂疫苗 从日本飞回了台湾 那么在这一段飞行 以及降落 以及此刻住进了防疫旅馆 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这是林佑佳所演唱的 飞 那一个朋友还没笑过我的梦 那一种安慰不会让我更痛 还有多少关于放弃的理由 能理解其中 背后没有惶恐 这个世界不却伟大和成功 而我的世界也不怕失败者 何不让我追求 我的快乐 还没学会飞 天那么未来 为何一面的风 对我一举牵绊 我奔着的飞 好的 首先呢 要欢迎我的好朋友 有东京模样张维忠 终于从东京飞回了台湾 安全底部 并且此刻正住在 防疫旅馆之中 继续他非常忙碌的生活 嗨 维忠好 哈喽 老师好 真没想到 既然有一天会在防疫旅馆 做现场节目直播 不知道旅馆的WiFi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突然间断讯了 请多包含 就投诉他 好 回头来 我们先从你 因为你大概是我所认识的朋友里面 唯一一个就是在这段时间 从国外飞回台湾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 对 先来说一下 因为我朋友是少 好 来 先跟我们说说 你在日本打疫苗 你是打的什么疫苗 我是打那个 叫什么 辉瑞BNT是不是 BNT OK 两剂都打完 两剂打完 你两剂隔了多长的时间 日本比较近 大概是三个礼拜 就可以打第二剂 应该是这样 全世界都比较近 就台湾比较远一点 很远 好 打完了两剂疫苗之后 你是已经计划要回台湾了 对不对 那从你计划要回台湾 到你登机 准备回台湾 这个中间到底要做 哪一些的准备 会不会很麻烦呢 对 现在回来台湾一趟 真的是手续很繁杂 因为你必须就是 首先你要准备那个 三天以内的PCR检测 证明 对不对 但这个因为你知道 我数学很不好 所以要去算那个三天之内 你不要跟我说你算错了 你这有点複雜 你知道 日本的算法跟台湾算法不一样的哦 虽然都是三天 但是台湾是三个工作天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跨到一个周末的话 不算工作天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包含一个周末 哦 比如说礼拜五测 然后礼拜六 礼拜天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二还算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把周末那个是拉掉的 但是日本 这必须是真的就是实际的三天 所以就是算了半天 我要回来要做检测的时候 就是上网去查了很多 已经有回来过的人 然后就不断提醒 就是说千万不要被 你知道我们常常小鬼缠生嘛 对不对 小鬼又来了 千万不要被小鬼缠生 算错日子 对 否则要戳两次 对 所以呢 我就是有算好的时间 算好的去 那他那个检测呢 那价钱也是蛮贵的哦 在日本啊 通常就是你诊所 要去检测 因为他要去出那个叫做 出入国的那种阴性证明书 是必须要有英文 就是有日文的一起 那个是一般的诊所是不会出的 所以有专门的诊所 那比较贵 通常价钱啊 都要到日币两万五到三万五 那是台币多少 两万五到三万五 我知道你数学很差 对 大家自己算一下 又为难你了 数学很差 应该应该是要快要一万吧 是不是 哇 台湾好像也要 自费 好像比较五个八千 现在好像稍微便宜一点 对 然后所以哦 终于就是在找了很多呢 找到了一个稍微比较便宜的 应该算是东京都内最便宜的 OK 一万五千元日币解决 哇 恭喜你哦 对对对 然后呢 就去了嘛 那是戳鼻子 那你知道呢 之前就听过很多人在说 就是那个戳鼻子一定是非常痛苦 痛苦不舒服 对 然后就鼻子会痛好几天 而且会痛哭流涕 所以呢 我就做好这个准备哦 想要好好大哭一场 所以呢 我带了一大包的面子 就一大早开门 九点半开门 我十点钟就预约好 就去了 对 结果去了以后呢 就是还蛮多人的 就排队 然后呢 就到了我之后呢 就进去了一个帘子里头 然后就有大概三个护士吧 就叫我坐下来 然后就开始就抽出了 他那个棉花棒 结果呢 一秒钟不到就完成了 怎么会 我一滴眼泪也没有 怎么可能 一个分滴也没打 然后他就说叫我出去了 然后我很怀疑就说 已经完成了吗 他到底有没有做 我一直有点怀疑 到底到底有没有做成功 因为你知道 看到日本太多新闻 就是打疫苗打成食盐水 或打了空发蛋 我真的对日本人感到十分好奇 他怎么说变成这样子啊 不是印尽的民族吗 好想叫他再叫我 搓另外一个鼻孔 真的 你不要搓另外一个吗 不用 他只搓一个啊 所以我就想说 好吧 他叫我出去就出去了 反正就完成了 过天真是觉得太厉害了 所以他们应该就是说 那个诊所 他是专门就是测这个PCR的 技术很好 对 他每天不知道 搓了上百个人 真的 他技术熟练这样子 了解 就完成了 那反正就是准备了一些 应该要有的资料 然后回台之前呢 也要准备好 就是前天要记得上这个 卫福部 台湾的卫福部 要去登录一些 你要回来的一些资料 是哦 对 其实台湾这个防疫 是做得还蛮严格的啦 尤其是比起日本来说 所以呢 其实做了很多的资料准备 那都弄好了之后呢 还包括就是 我之前要订防疫旅馆 老师也知道 防疫旅馆 没错 这个感觉是 哎 应该怎么说呢 良幼不齐 价差跟品质也很不一样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因为我其实通常啊 就是我听之前人家回来 就是说防疫旅馆 起码就要两个月前 要开始准备 是 因为有很多 就是你刚刚说 良幼不齐的旅馆 所以要去比价 然后价钱会差蛮多的 可是因为我回来决定 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蛮赶的 而且呢 现在因为回来台湾 所有人都必须要 入住防疫旅馆 是 之前好像五月以前 还可以就是做 住在家里头 如果你是一个人的空间 那所以呢 意外的 这个防疫旅馆 非常抢手 你要抢到这个 CP值非常高的旅馆 很难 难上加难 所以呢 就是费了一番功夫 然后呢 还终于知道说 原来找防疫旅馆 是有些技巧 比方说 你的要求是什么 你的价钱的 这个预算是什么 终于在这个时候 就是说 考验自己 就是说到底头脑清不清楚 我才知道说 原来啊 防疫旅馆 除了这个餐点 好不好影响价钱之外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说 房间有没有窗户 这件事 有没有对外窗 对 因为我们平常去旅行的时候 有的时候 其实住过一些旅馆 是没有窗户的 你反正只住一个晚上 对对对 你不觉得什么了不起 对 可是如果你要住 14个晚上 你想想看 你看不到外面的天空 不知道到底是情是雨 有台风来 你也不知道 那是一种多奇怪的感觉 真的耶 所以就是决定 一定要有这个窗户 然后呢 餐点也不要太差 好 我有问题了 我的第一个问题来了 那防疫旅馆在订的时候 是不是其实就已经包含三餐了呢 因为我后来看到 维忠 在自己的粉丝团 就是张维忠 东京模样里面 有分享过自己 从第一天到第几天 第几天到第几天的三餐 还有你在附近我们 送给你的好吃的东西 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到 十分的羡慕 我忍不住问 这是防疫旅馆 还是住月子中心 外面吃得太好了吧 真的是吃得很好 我怕我出去会卡在门框 真的 真的很变胖 所以它有包含餐是不是 有 基本上都是 这个防疫旅馆 都是包含餐的 所以是 当然这个餐好 跟餐普通 就是你自己去决定 它的那个价钱咯 哦 了解 对 所以我选的这件事 算还不错的啦 嗯 对 然后再加上朋友们 热情的 家人们热情的 我都排队排不到了 我问维忠说 我赶快叫你 我想送一点什么给你 然后维忠马上就 说你千万不要带东西来给我 等我出关以后 我们再一起吃饭好了 后来我一般以为你客气了 我后来一看你贴出来的那些照片 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 知道今天早上还有朋友来问我说 可不可以送东西来 把我先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你的热情 我心灵 对 我很好奇想要知道 从东京飞回松山 你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 对 那飞机上面的旅客多吗 梅花座吗 什么梅花座 你来这一套吗 没有梅花座 但是我非常的仔细 因为毕竟我曾经在去年三月来往一趟柏林 冲锋限制过 所以非常清楚知道 我订机位的时候就已经搞清楚 可以看网路上面可以先看好座位表 到底旁边有没有人 然后一直到登机前 立刻在机场check in以前 再看一次座位表 确定是没有 旁边没有人的位置 否则我就会换位置 真的 对 好 所以这个还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好 今天呢 我们 连线的呢 就是已经从东京回到台北 但目前呢 还在住防疫旅馆的 作家张维忠 今天是你的第几天防疫旅馆日 第八天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 就去上个礼拜的今天回来的 好快 已经满一个礼拜了 再一个礼拜就可以出关了 是的 但是维忠很妙哦 他在防疫旅馆里面过得比我还要忙 到底在忙什么 我们待会再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到我们第一个小时幸福哈列车的是我的好朋友张维忠 他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就入住了台北的防疫旅馆 那这趟从东京飞回台北的路程还真是不容易 那很多人可能看到维忠回台北 他们心里的想法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去东京 那先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羽田机场的航煞 在这个防疫的工作上面 他们是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些部署吗 老师你确定我现在是在线上的吗 确定 确定 你听不见我的声音吗 好 因为有点 有点遥远 真的吗 真的吗 好 好 没关系 你说那个羽田机场防疫措施 对 对对对 应该是这个问题会难倒日本人吧 就是没有什么防疫措施吧 真的还假的 没有什么防疫措施啊 真的吗 当然就是摆几瓶酒精或什么的 就跟平常差不多就对了是不是 真的跟平常差不多啦 但是最大的感受不同 就是很多店家是没有开啦 OK 对因为那些免税店 因为没有游客嘛 所以很多店家都没有开 对可是你真的说你想要在羽田机场 看出什么防疫措施 真的是还没有 还真是没有了 那我很好奇哦 你的那个PCR的检验的那个证明单 那个证明书啊 那你是要交给谁 在哪一关的时候 他们会跟你要这个东西 那个检验书是我在机场check in的时候 就不需要看了 就是说 对 在那个 等于就是check in的时候呢 这个航空公司就要检查 因为它根据就是说 你要去的国家的规定 然后来检查说 你有没有背起这个文件 刚刚 我不是有说到这个 卫福部要去登记这个资历吗 对 那个等于也是在check in的时候要看 OK 好的 好的 那坐上飞机刚才也讲啦 飞机也没有什么梅花座嘛 对不对 那飞机上面的人也不少吧 是不是 对对 OK 那回到了松山机场之后 你有立刻感受到一种 那个叫什么 戒备森严的感觉吗 戒备森严是还好 但是因为现在搬机的一天的 搬机的 大概只有一班左右吧 哦 是啊 对 就是航空公司大概 就是可能一家公司 大概只有一天往返 一班往返 所以等于算是所有游客都集中在那一班 那飞机也变得换的比较小的飞机 所以呢 视觉感觉上好像觉得游客还蛮 不是游客 就是搭乘这个飞机的人还蛮多的 但事实上可能其实 也没有很多吧 但是因为飞机小 然后它都集中在同一班的原因 我可以了解 OK 那你到了松山机场降落之后 是否又要经过一连串的 很繁复的手续呢 没错 真的是蛮繁复的 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 你会觉得是 这才是正确的 就是说台湾对于防疫的措施 看着反而安心 对不对 当然当然 因为我们降落之后啊 其实我从降落到 真正去拿行李 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在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其实就是做很繁复 很严格的检查跟检验 首先它就是 我们一下来 它就是真的像是你刚刚说的 就是说你问雨停机场 我们会做一些防疫措施 完全没有 但是台湾的机场真的有 包括每一个旅客要去检验这个PCR 再做一次PCR的检测 再做一次哦 对 要建阴性证明书 你还是要再做一次 那在台湾做的是用这个唾液检测 但是呢 它这个防疫的措施真的做得非常好 因为所有的旅客 它都发给你号码牌 它会分成两个楼层 就等于算是呢 等候拿到号码牌 要去等候去检测的人 他先控制好人流人数 然后呢 真的是有隔开座位来做 坐在一区 然后呢 等到叫号的时候 你才去另外一个楼层 一次只能有一个人打电梯 去另外一个楼层 然后去检测PCR 然后呢 检测PCR的时候 因为它人数控制很好的 所以不会很拥挤 大家也不会人数挤在一起 那这个检测这个 拓役的是 你自己要去 进到一个小房间里头 所以它有很多的小房间 它会控制就是说 前面一个人检测好之后呢 它不会叫你 马上就去进去 那个出来的人那个房间 因为它要消毒 对 对 所以它会叫你去另外一个 它已经做好消毒的房间 去做检测 所以整个楼层 还是还蛮繁复的 但是其实真的是 对于台湾人也好 或者是对我们路径的旅客也好 就是非常安全的一个 严格的措施 我觉得真是太好了 因为长久以来呢 就是我们都不太清楚 知道我们所谓的 边关的防护 到底做了些什么 那维中就是亲身体验了一下 告诉我们 其实边关的防护 做的真的很严谨 对吗 其实真的很严谨 所以你看 很多人拿的 阴性证明书出来之后 他还是要再经过这个检测 因为我们看到好像很多人 好像你即使拿了阴性证明书 但是你进来之后 又还是发作 又变成阳性 对所以其实 你知道吗 我们进来 下个礼拜 等于算是我住旅馆的 第二个礼拜 要再做一次 谁来帮你做 他在旅馆 我们在机场的时候 就发给了我们一个 拓役检测的工具 PCR的 所以呢 下个礼拜等于是我第二个礼拜 要再做第二次的检测 然后会有人来把它收走 那就会知道就是说 进来的 等于算是第二个礼拜 是不是还是阴性 所以就是 病人要来帮你戳鼻子那种 不是了 是不是就是 唾异 唾异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 做的 观观的 那个严守 整个过程 就是蛮 蛮好的 OK 这样讲以后 我们就觉得 我们可以比较放心一点 然后就觉得 不知道到底 那个边关的防护 到底 对于从国外回来的人 可以放心一点 所以千万不要骂说 为什么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国外人还要回来 我们可以回来的 基本上 我们之后两个礼拜后 三个礼拜后 可以自由行动 已经是经过重重考验的 真的耶 而且你在这个防疫旅馆里面 是住两个礼拜嘛 但是你从防疫旅馆出来之后 你还是要居家隔离 对吗 对 它算是叫做居家自主管理 对 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是要每天量体温 那你可以就是说 在家里或者是在附近行动 但是不要达成大众运输工具 跟在外面吃饭 那可以跟朋友相聚吗 那就是不要 这样不要 对对对 了解 所以这样子前前后后加起来 其实是要花费 三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回日本以前呢 因为日本路径也需要 检测这个阴行证明书 所以我等于在这个 然后离境以前的三天之内 要再做一次PCR的检测 哇 真的不容易啊 很繁琐 花费时间 花费精力 你花钱 真的花很多钱 如果不是因为有爱 这一切怎么能够做得到呢 没错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其实是羽田机场 跟我们宋山机场 这两个地方啊 对于防疫的措施 到底有哪一些差别 但是我个人感到非常 钦佩的 并不是你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 而是你这一个礼拜以来的隔离生活 其实你过得非常的丰富 而且忙碌耶 对不对 除了吃东西以外 你还有做不完的工作 我觉得你有一种 我终于可以在这个地方 不是我打扰的 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应该早就已经排成 都排好了 说我这两个礼拜 要在旅馆里面 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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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应该都排好了 对不对 没错 像我这么有这个 工作狂的人 控制狂 工作狂加控制狂 因为讲说 在两个礼拜 你要浪费这个时间 很可惜 所以一定要好好利用 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回来以前就已经计划好了 这也是一个 蛮有趣的过程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要带什么行李 进来旅馆 什么东西是不需要的 是 所以呢 其实我基本上 我这次回来台湾要比较久 那有一些东西 是我在旅馆 两个礼拜 根本不会用到 对不对 那我干嘛 把它拉进旅馆 对呀 我应该要把 我有限的行李箱当中的空间 装上 一定要用 这两个礼拜 一定会用到东西 没错 因此 在我回台以前呢 我就寄了一箱东西 回了台北 那个就是我 之后才会用到的东西 我都把它放在行李箱了 你很缜密耶 衣服也包括了 我就是这个 这两个礼拜 会用到的一些 简单的衣服 那因为也会在 雨馆里头 自己洗那一裤嘛 嗯 所以就其实 衣服就是控制一个量 然后其他的衣服 也就全部都寄回去 对 但是你 带着的东西 我想可能会让人感到 很惊讶 比方说 电脑啊 手机这些 当然都不用讲了嘛 我跟你说 麦克风 我的心理 即使是这样 我规划的很详细 要把不需要东西 清除你的 断捨 即使这样 我的心理相攻击 也差点要操作 是不是 你根本就带了一间 录音室回台湾 是怎样 没有 我就把他觉得 我要正常工作嘛 因为天正座 有一种强迫 就是一定要把生活 弄得很平衡 不可以跟日常生活 有这个失衡的感觉 哦 为了维持这种正常度 所以呢 就带了很多 平常会用到的东西 比方说 我可能为了我的心疏 要做一些这个 录这个Podcast的节目准备 还要跟老师上 做连线 所以呢 麦克风也要带着咯 然后呢 我要运动 因为我怕 就是我两个礼拜 中秋节还没到 就是先看 我的脸更圆了 那可不成 所以我要带着Switch 游戏机 来到这个 房间里头运动 这些东西都是 我如果隔离的话 绝对不会带的 什么运动 好不容易可以隔离了 我每天就在床上 翘着脚 追剧 是好吃的 我才不要工作呢 你看这就是 我们两个人的差别 我们来听这首歌 陈亿讯所演唱 新的距离 看前面 我忘记了是那个夏天 你情靠着我 飘散而过的落叶 为了实验 让时间眼神就像永远 是顿如我 已感觉到的边缘 在思念的空间里 不断徘徊 那距离却越明显 持续的提醒我 现实的界限 有离别 我忘记了是那些时间 你言辞闪烁 原因当然不明显 试着看见 让时间倒转回到从前 认真如我 有找不到的边缘 你是大成的 是第一个小时的幸福 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呢 我们连线的呢 是目前啊 已经从东京回到了台北 正在防疫旅馆里面 住了第八天 渡过他的防疫生活的第一周 之后来跟我们报告 这个防疫心得的作家 张伟中啊 也是我的好朋友 那伟中呢 之前有出过了 好几本书都是大 想到了 像是东京直送啦 日本小镇时光 还有小说代替说再见 以及曾经获得了 金鼎奖的绘本 麒麟汤等等 你刚刚提到新书 其实新书是已经 都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现在可能已经进入 最后的一个 教稿的阶段了 对不对 是 两周后 两周后发展上市 两周后就可以上市了 所以下一个月就可以 我们面对面的来谈新书了 有这个可能吗 应该有 应该有 好的 那再来跟我们讲一下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你 住进防疫旅馆之后 对 你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真的觉得你会很羡慕耶 我觉得你不会 当然就是吃这么多 可能会有点负担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完全隔离在一个 就是没有人打扰的空间当中 对于你这样子的创作者来说 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棒的成绩 出现 比方说会记起你好久没有写的一些小说啊 对吧 不要再提这个 你知道吗 首先我不是工作狂 再来我不是控制狂 所以如果我们整个礼拜的时间 我一定会完全把它浪费掉 你只是每天追剧就对了 追剧 我跟你说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只能带三样东西 很紧急的状况下 突然要被简易隔离的话 我只会带三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手机一定要带嘛 第二是iPad 第二是iPad 我就是追剧 第三是睡衣 哇还这么功夫要带睡衣啊 一定要带睡衣啊 就是区隔一下 醒着跟睡着不一样的时间 就此之外 我的人生全无规划 我的生活全无规划 好吧 来聊聊你的那个工作分配 每天早上还是很准时 就会起床这样子吗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因为我其实在东京啊 将近这一年来 我就是已经过着 大部分在家的生活 我一个礼拜大概只去公司一次啊 现在 那所以呢 其实常常啊 我就是活动范围就只有在我家 附近方圆 大概就是一公里内的范围之内 而且你知道我的控制狂 有一种程度就是说 我觉得就算是我的时间很自由 我也会尽量让自己 星期一到星期五呢 不要从事一些娱乐跟玩乐的事情 我的天啊 你对自己好严格哦 我可能礼拜一到礼拜五呢 我就尽量只是在我家附近移动 然后呢 只有礼拜五下午呢 完成工作的晚上或是周末 我可能才会去银座啊 东京啊 靠上自己一下 是吗 对 走一走 逛一逛这样子 所以呢 对我来说啊 我最大的差别是在于 现在每天 傍晚不用出门 去超市 买晚上的食材 就有人送吃的来给你了 对 其实我非常期待 就是说 在还没有回来以前 就是终于可以不用自己煮饭的这一天到来了 我不用想 每天晚上我到底要去超市买什么东西 要煮什么东西 对 家庭主婦是非常辛苦的 我们在这边限上我们最大的敬意 是 在家里煮饭的妈妈爸爸们非常厉害 真的很厉害 尤其是防疫期间不能出去吃 又不放心外面买 全部要自己做 很辛苦 还好呢 就在这边解决了 我不用煮菜这个烦恼 所以多出来的时间呢 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 对 所以呢 就是计划可能要看的书 或者是要写的稿子等等的 都按部就班 对 所以你每天从早上睁开眼睛起床 到晚上终于把所有的工作做完休息 这个中间会有多长的时间 早上就是一般就是 大概我现在就是七点钟起床 那还是一样就是 会听新闻 看新闻 去早餐 开始工作 然后呢 因为现在这个三餐都很规律的送来 所以我的时间 也是完全变得更规律了 那大概其实 到了 吃晚餐之后 我就是不工作了 所以呢 我大概就是 尽量让自己大概五点钟左右呢 可以先结束 所有今天要做的工作 那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开始打开我的switch 开始跑步 或者是做健身环 或者是打拳击 因为呢 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 我的罪恶感非常非常重 因为我每天要吃太多东西了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纪律型的人生 我有病啊 我有病 所以说 稍微跑一下路 跑一下步 跑一下步 然后呢 打个拳击 然后洗个澡 就吃晚餐 那我的工作基本上是不拖过晚餐 晚餐以后不做的 所以就一边看 看剧 然后看这个吃晚餐 就这样一天 对 对啊 就是我觉得真的很难 很多人大概都会想说 这个时间终于 可以不用再像之前一样 过得那么辛苦 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但是张维忠就是张维忠 所以我看到你每次做一点什么 人家有些在网路上面的人 就很嫉妒 就忍不住骂你 在日本生活很好 是不是 你怎样怎样 我就觉得你真的是不知道张维忠是谁 张维忠就是张维忠 我现在讲有解释到吗 经过今天 不用理那些风子没关系 就听到你今天的叙述之后 大家应该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你可以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真的太不容易了 好 那么出发之前 对 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你接下来会怎么样 所以出发之前呢 你会做出很缜密的考虑 对不对 对啊 然后也会做出很仔细的准备 对不对 这个时间有没有花到一个月啊 差不多啦 就前前后后想 然后 征询一些专家们的意见 比方说我们共同的好朋友 孙子平先生 对 他总是非常的理智 对 会告诉我们一些建议 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啊 其实你知道 这一个礼拜啊 我真的不觉得有这么长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说 哇好痛苦啊 被关在房间 很多人都这样觉得 可是啊 我觉得 毕竟我们是个writer 哎呦 我们是个作家 是 我们被关在房间里头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真的可以很多 所以我真的觉得哇 居然一个礼拜过去了 还蛮快的 是 对 所以觉得还好 而且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就是觉得时间暂停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 因为我从这个飞机上面下飞机 然后就被带在计程车 防疫计程车上面 然后就来到这个房间 对 就觉得我好像只是搭上另外一个 密闭的空间 什么神秘的航空器 嗯 然后看着 每天看着窗外的云在飘动 觉得我还在继续航行 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有没有 嗯 非常有趣 嗯 好 你的日本朋友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这里过防疫生活的内容 应该知道 因为你的 知道知道 你的粉丝团很多人都在看 大家都很关注 那他们看到你这样子的吃 还有听到你这样的生活 请问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或是心得呢 对 他们是非常羡慕 因为他们是想要来台湾又来不得了 所以呢 居然看到我就是每天被关在防疫旅馆 就可以吃遍台北各地的美食 都表示非常非常清鲜 嗯 觉得很想要来被隔离 哈哈哈哈 这太好笑 但是你要告诉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哦 现在日本人没办法来啊 现在外国人不是来 对啊 没办法进来 太可惜了 对啊 当我看到你开始吃那个什么护航豆浆的早餐的时候 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今天早上又来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 也没有吃过 没有啦 应该是说我没有吃过整套的早餐啦 之前是有朋友给我那个烧饼 但是我没有吃过一整套早餐 其实 因为我没办法起来去排队嘛 不瞎您说我第一次吃 其实也是跟日本朋友 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很有名那间店 嗯 所以其实他们来台湾玩的时候 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去吃过 就他们要去吃 我陪着去吃 嗯 了解 好的 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 对我一中来说 对对对对 很快就要结束了 对不对 我还有很多工作都还没有 一个礼拜的时间 很多工作都还没有做完 其实我必须说句实话啦 就是除了你吃饭不用烦恼 而且可能吃的比平常更好以外 我实在也看不出来 你在隔离期间跟你不隔离期间 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不得不说你真的可以算是一个 防疫隔离达人 真的太了不起 不知道我在日本的外号叫做防疫小天使 真的耶 大家都觉得我有点神经质 就是需要防疫到这种地步吗 对我觉得是需要的 好那我们就一起等待你出关之后 来到我们的幸福号列车 再跟大家来聊聊天咯 谢谢维中 谢谢老师 谢谢 好的 接下来呢 我还听到的这一首歌呢 这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我来看看 它是杨成林所演唱的 孤独是一种安全感 我想对维中来说 工作是一种安全感 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 我们一会儿见咯 感谢您的观众 吧 哇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